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信吗 你 这个孩子太自闭了 如果想要治好他的病 就必须改变他的生活状态 让他回到学校中去 这我知道 我已经为他找了不少学校了 可是每次都为学校劝退 不但小云受不了 连我自己都寒心了 洪远中学欢迎她 你什么意思 我丁章还没落到 拿自己的女儿来做交易的地步吧 您把这个理解为交易吗 我只不过是想挽救一个孩子罢了 丁总 如果您有什么顾虑的话 就全当我没有说过这些话 不过 另爱的事情的确是不能再拖了 应该让她尽快回到孩子们中间去 过正常的生活 告辞了 你等等 事情大致就是这样的 如果洪远愿意接收丁晓云的话 丁昌就愿意把那位地皮原价转让给我们 你认为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 收下丁晓云 我不同意收下这个学生 李主任 说是你的理由 我们是市里的重点名校 所有的学生 都是通过中考选拔上来的 如果今天为了一块地 收了丁晓云 明天为了一笔钱 再收王晓云 李晓云 长此下去 我们洪远的微信何在 教学质量怎么能保证 丁昌说 不愿意拿她女儿做交易 我觉得 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 想得那么功利 那个孩子的状况真的很不好 即使没有地皮这件事 我们也应该帮帮她 要是能帮啊 别人早帮了 以前那几个学校 为什么一二再再二三地 把她劝退啊 这就说明是帮不了嘛 那李主任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把她拒至门外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本应该恢复健康的孩子 就这样毁灭下去 这 李主任绝对不会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啊 咱们帮不了人家 反而呢把学校再弄得一团糟 请身容易送身难啊 这要是出一点什么问题 咱们怎么向人家家长交代啊 我看要么把这个学生 搁到魏老师班上 我想应该问题不大 那就试试吧 今天我们班里转栏了一位新同学 他的名字叫丁晓云 大家欢迎 下面请丁晓云同学 做一下自我介绍 还是我来帮他介绍一下吧 他跟大家一样 今年也是十七岁 喜欢绘画 希望同学们以后能够互相帮助 杜文婷 把你的座位让给丁晓云好吗 好的 我不想坐在前面 张宾 看见没有 连人家新来的都知道 你不是好人了 我怎么不是好人啊 我比斗鹅还怨呢 行了 别胡闹了 丁晓云 那你想坐在哪呢 随便 后面吧 王倩 麻烦你们往后撮一个 罗小长 我这个女儿庆歌有点古怪 不太合群 可能会给学校带些麻烦来 请您多费心了 没关系的 有个性的孩子我们见多了 我们一定会一视同仁 首先让他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丁总 你冒昧地问一句 这个丁晓云 性格一直都这样吗 不 过去也很活泼开朗 后来 好 好 罗小长 那块低皮手势已经全部办好了 丁总 谢谢您 不用谢 祝你们早日开工 谢谢 罗小长 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好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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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往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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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丁晓云以前一定遇到过什么事 我也有这感觉 我第一次见到丁晓云 我觉得他对任何人都很防备 像是一个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 走吧 是啊 我感觉最多啊 有没有 给亚人家 七打打 八打打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为什么不换体操服 我不想换 这是上课 不是你想换不想换的事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丁小云 老师 我去看看他吧 小云 来 喝杯水吧 小云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今天怎么不跳操呢 其实跳这种健美操 对保湿体型挺有好处的 就是不想跳 不想回家 现在正上课呢 你看这样好不好 以后如果你不舒服 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给你请个假 然后啊 他要从环境上掉下来了 怎么回事啊 没事 没事 你们忙你们的吧 怎么回事 没事 好 你们去吧 东方 快点换衣服 我等你洗澡 好 小云 一块洗澡去吧 澡堂啊 可漂亮了 我正好带你认认门 小云 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病了 你才有病的 先换衣服去吧 你说丁小云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呀 有病呗 别瞎说 怎么叫瞎说呢 他那么不合拳 谁都不理 肯定性格有问题 卫老师 卫老师呢 正要找你们呢 想问问这两天 丁小云情况怎么样 刚才我们俩还正聊他呢 今天上午上体操课的时候 他说什么都不肯换衣服 把体育老师啊 气得直翻白咬 这事我听说了 还有其他的吗 在宿舍呀 他谁都不理 整天都不和我们说一句话 老师在摆他的扑克牌什么的 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有问题 没根据的话别瞎说 你们都住在一个屋子里 希望能够多关心他 多温暖他 能够让他尽快地融入到 这个集体当中来 记住了 卫老师 您放心吧 您的哼哼教会啊 我们记住了 调皮鬼 走 小云 小云 我决定把这个裙子送给你了 你穿上一定很漂亮 我干嘛穿你的裙子呀 我不要 小云 你看 这些标本都是我做的 送给你了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小云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 给我们每个人画张画好吗 我没工夫 小云 咱们一块去洗脸吧 走 小云 小云 这么睡觉多难受啊 把衣服脱了再睡吧 是啊 小云 把衣服脱了吧 我愿意 你们别躲向老太国家 唠叨行不行 我给你给我做一整天 我一会儿给你了 我一会儿呢 你也没有什么事 我似乎是你 你我并住了 你不是人吗 我 你就当得了 你 你不是什么事 我 你不是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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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小云 是我 带什么孽啊 我是怕 讨厌 魏老师 您好 丁总 您好 今天把您请来是想跟您谈谈小云的事 小云怎么了 她的举止确实有很多怪异的地方 和谁都不愿意交往 经常处于一种戒备状态 一点小事就会引起惊吓 所以我想问问小云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没有啊 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如果是因为小云给大家造成很多麻烦 我看还是让她退学好了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让小云能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能够健康地成长 才跟家长沟通的 很抱歉 魏老师 我实在没什么可提供给您的了 魏老师好 您好 老魏啊 李主任 昨天晚上又打夜班了 没有 还没有呢 那眼睛都快赶上兔子眼了 当心身体啊 李主任 想跟您商量一下 能不能把今天的两节课调到明天啊 有事啊 我在一张报纸上啊 看到咱们省心理研究所的刘教授 是专门治青少年心理疾病的 我想去跟他咨询咨询 咨询打个电话就行了 还要自己跑去啊 我是怕打电话说不清楚 还是当面说得好 那给你派辆车 不用不用 坐的对公交车挺方便的 行啊 艰苦奋斗啊 好好好 请问刘教授在吗 哎呦他出去了 哦 那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嗯这个不太清楚 要不你先坐着等会吧 哎 好 谢谢啊 哎呀 哎你先坐啊 哎 谢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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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我刚调到这儿工作 那你就是那个刘教授 是的 早知道要是这样 我直接找尘封部就完了 结果白白地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 来 快请坐 这么说 您今天是来找我的 对 有什么事 您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班呢 新转来了一个女生 她的性格和她的举止都很怪异 听说您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我想 我明白了 那我明天就去看看她 哎呀 真是太麻烦您了 这有什么麻烦的 您都跑了一天了 也没觉得麻烦呀 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我就更应该了 更何况尘封还是您班里的学生 哦 对 陈锋最近怎么样啊 陈锋最近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是 有点太臭美了 他呀 打小就这样 费老师 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叫丁晓云 小云 你好 你好 你在算什么呢 你能算到我今天会来吗 你是谁啊 我是陈锋的妈妈 我今天来你们学校办点事儿 听陈锋跟我说 他们搬来了个新同学 所以我今天来看看你 你愿意跟我聊聊吗 小云 这个阿姨也会画画 你不想把你画画的体会 跟阿姨交流交流吗 小云 你给我画张素描行吗 初步诊断 丁晓云患的是一种轻度的精神抑郁症 精神抑郁症 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障碍性疾病 这种病一般都是由于过度的惊吓 或者是长期的心理压力造成的 我还特意问过他的家长 可他说他没受过什么刺激啊 他不愿意跟您说 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那这种病该怎么治呢 对于这种病现在没有什么特效药 我们只能通过心理治疗了 心理治疗 对 心理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治疗 通过我们和病人的交往 来影响他的情绪和心态 增强他战胜疾病的信心 那具体到丁晓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丁晓云精神比较脆弱 内心也很封闭 我感觉他好像有一种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他是不是经常把衣服裹得很严实 对 睡觉的时候都不肯脱 所以说我们不能过于地干涉他 我们只能采用一些温暖疗法 让他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作用 另外呢 多让他跟男女同学交往 我想通过这些治疗以后 他慢慢应该能恢复的 行我们一定按您说的去做 我如果有时间我会经常来看他 那太好了 魏老师好 阿姨好 你好 这个孩子我见过 他是叫李莹吗 对 叫李莹 是我们班的数学科代表 他跟陈锋住一个屋 是吗 嗯 今天班会的第一个内容 我们补选一位生活委员 现在大家可以提名 我选李小云 我也选李小云 我也选李小云 我同意 我也选李小云 不行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看没什么不行 很多才干都是在锻炼中增长的 如果我们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鼓掌通过 我也是认识的 我就对这个人 进行 我也是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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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她的性格比以前开朗多了 也开口叫爸爸了 魏老师 请你转达我对罗小长的感谢 我准备这几天给学校送一面锦旗 谢谢 小云 小云 到下面一块儿看电影去吧 外国大片 特好看 是啊 小云 一块儿去吧 人多了热闹 就是 我都好久没有去过电影院了 听说现在的电影院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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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我第一次邀请你 点面子去吧 啊 嗯 好 好 你看 好 沈云 上来吧 沈云 上来吧 沈云 上来吧 沈云 知道了 沈云 上来吧 小云 晓云 晓云 怎么来了 晓云 晓云 你倒是精环的你 干啥流氓 谁撤了 你站着流氓 你站着 小流氓 小流氓 站着 你放开 小云 小流氓 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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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晓云 晓云 怎么样 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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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 走开 晓云 走开 我是魏老师 你不记得了 晓云 我是陈锋的妈妈 咱们俩一起聊过话的呀 晓云 你 你走开 走开 你们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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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们先出去待会儿 我和她聊聊 我和她聊聊 走吧 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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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校长 这事都怪我 是我 没有保护好晓云 不 这事赖我 是我提议 要带晓云去看电影的 我是班主任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班里 我愿意接受学校处罚 不要再说了 性骚扰 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通知学生家长了吗 通知了 丁昌说她尽快赶到 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要让丁晓云同学 尽快地从精神和心理上 恢复过来 罗先生 丁总 您来了 来 谢谢 魏老师 小云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现在在医务室 刘教授在陪她 请坐 请坐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有责任 我们觉得很遗憾很愧疚 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 不不不 这事不能怪你们的 事到如今 我再也不能赢 我们是从美术学院 请了一位大学生来做辅导 可是 没有想到 老师 课画怎么样 听着 挺好啊 来 这儿 嗯 这样 知道吗 知道 来 这个颜色重新选一选 要注意 知道吗 晓云 你长得真漂亮 这什么呀 晓云 老师 你干什么 是晓云点别的 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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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是有 老师 老师 老師 赵云 乖 小 들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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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从那以后 笑云这心里 就留下了一块 总也是愈合不了的伤疤 那您就没想过 给她找一位医生看一看 女孩子家出了这种事 想遮掩都来不及 哪还好意思到处去跟别人讲呢 再说 笑云这孩子太敏感了 笑云的这个病根部处 她心里的伤疤是很难愈合的 我看 我还是把笑云带回家去吧 等孩子病好了 再来上学 我提点反面意见 我觉得 笑云还是留在学校里调养好 周围有同学 有老师 有一个温暖的集体 比她一个人关在家里强得多 对 卫老师说的对 好 好 好 杞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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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怕出丑 可是这一点却造成了孩子的自卑心理 他觉得自己的爸爸开始看不起自己了 这不可能 我怎么看不起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我是怕 对 也就是您的这个怕使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他比您害怕 他怕别人知道 他更怕的是失去您这个父亲曾经给过他的爱 他对周围的人开始越来越疏远 他对周围的人开始越来越疏远 他的内心也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孤独 如果不是最近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话 我真的有点害怕 他的这种自闭心理很难以被打破的 有这么严重吗 是的 对于女孩子来说 遭受性骚扰是一件很可怕 也很受伤害的事情 不过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反过来想 把这件事情由坏事变成好事 可以提高一些孩子的免疫能力 但是 心理调整得晚了 这个伤口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 我怕对孩子的成长 会造成不良的心理机患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觉得您应该找他好好谈一谈 要亲口告诉他 遭受性骚扰并不可怕 他依然是一个纯洁可爱的孩子 而且一定要让他知道 您一直在深爱着他 其实我一直很爱他 说句不好听的话 在这件事情上 您恐怕爱的是您自己 您是怕人知道了不光彩 可是就是这一点 孩子的负罪心理特别地强 这呀 就好比是咱们身上长了一个农包 您越是捂着他 包着他 他越好不了 可是 您一旦把他给挑破了 把农给挤出来了 他就好得更快了 他现在愿意见我吗 他就在魏老师的房间里等着您呢 我这就找他谈去 谢谢你 刘教授 爸 你真的不觉得女儿变脏了 变坏了 变丑了吗 看你想哪儿去了 你啊 永远是爸爸最好的女儿 爸 这么长时间 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上 晚上经常做噩梦 白天又没精神 现在好了 事情说咔了 我的心也忽然敞亮了好多 看来呀 还是刘教授说得对 这心理疾病 还是要用心理疗法 靠吃大鱼大肉 补脑黄金都没用啊 爸 你放心 女儿啊 会学得坚强起来的 好 小鱼 你看这鸽子多可爱呀 真可爱 你啊 你要是把他们放了 老师追究起来怎么办呢 你放心吧 这责任由我一个人来负 你看 飞起来了 小爷 你看那只 是呀 你可能飞的 那只鸽子在呀 看飞得多高 那是我棒的 你棒的 你还认识啊 回家啦 同学们 是吗 女儿 今天生的课的内容是解剖鸽子 李洋 我让你找人把鸽子抬过来 你把他放哪儿了 放到他该去的地方了 该去的地方 什么是该去的地方 我把那些鸽子放生了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件事你今天必须要负责任 你知道吗 这每只鸽子 都是学校花十块钱买来的呀 我并没有打算推卸责任 我数过了 一共十二只鸽子 一百二十块钱 我会赔给学校的 你赔 那今天这课怎么上 你耽误了大家的上课时间 干扰了正常的教学计划 这些你赔得起吗 行行行 我算服了你们班了 你们班的课我上不了了 我这就是找你们问老师 李洋 李洋 我现在才发现这出名也挺容易的 你看你 一下就成了新闻人物了 我可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觉得那些无故的鸽子被活活地宰杀了 怪可怜的 李洋 你的想法对 我支持你 我选你做的罪 你没想到一个办法 对 不能不上课是吧 对啊 就是 你呀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平时啊 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没想到干出事来 这么惊天动地的 魏老师 我 我又给你惹麻烦了 真对不起 李盈啊 看来我得给你纠正一个概念 有些动物啊 人们饲养它 就是因为它是为人类服务的 像我们常吃的 猪啊 羊啊 牛啊 鱼啊 鸽子也是一样 学校把它买来 就是为了做试验的 这和保护动物是两码事 魏老师 这是我赔给学校的 一百二十块钱鸽子钱 您帮我转交给 生物老师吧 钱我早就替你赔了 你一个学生 能有多少钱啊 魏老师 进来